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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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又是我Dee 今天我們去吃台灣牛肉麵 我約了個台妹 不是你啊 走啦,你去哪一隻 好,麻煩餐料 這個才是台妹,段崇禎 喂,這間店在哪裡來的? 我記得我在台南吃過 很多間的 應該是新竹市 新竹市在哪裡? 新竹市在台中上面,台北下面 那關台南什麼事呢? 全省都有嘛,分譜 我是帶過台嬸去吃台妹的 我頂你的台妹來的 你是台妹嗎? 算吧 我們的菜單 我看到有手工麵 我很少吃手工麵 但我在你家吃都是吃手工麵 你很喜歡做手工麵 手工即是刀剎麵 差不多嗎? 差不多類似 又不可以說是刀剎麵 刀剎麵是整塊飯糰 那些麵糰 但這個就不是的 有些是自己手工拉的麵 哦,那就不同的 那就是要試的 要試細麵和手工麵 我覺得一定要試的 牛肉麵不用說,一定要試的 我帶它來的原因是 因為它只喜歡在家製牛肉麵 那我這次一定要不斷叫 不過有一個我一定會叫的 就是它有個叫做五花牛肉麵 我試試有幾個牛五花 那好了,現在就不理太多了 我們先叫了東西 你看,多多東西來了 我們有鹽酥雞 然後有一個拼盤 老妹拼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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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一個豆腐 這個豆腐是甚麼 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的麻 是麻辣的麻嗎 是 但應該不是麻辣味 它的名字就叫麻婆豆腐 那這兩者是甚麼來的 這是甚麼花生 我平時很少在這些地方吃花生 好像是梅子花生 梅子花生 梅子花生 OK啦 好,我們先說一下三味的麵 它是手工麵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甚麼是半斤半腩 其實半斤半腩就是 它給你一半牛筋 然後再給你一半牛腩 就不是夠肉 有半條筋有半條肉 半斤半肉的意思就是 它給你一半牛筋 然後一半牛羹 牛羹 牛羹 你到底是香港人 你去台灣 你去不去啊 牛腩 牛腩 OK 這個稍後再試 你那個高級人那個是番茄 番茄 然後我這裡有另外一個 這個挺特別的 我剛才聽到是牛五花 牛五花 牛五花 是五花牛肉麵 它其實不是一般你外面看的 牛五花 通常看到在台灣 在香港 寫著五花都是一些肚腩 即是一半肥一半肉 但這個就不是 這個其實是一個 Franc 其實就是全肉 還有一些油花很漂亮 這個要先試一下 行不行 這個很熱 讓你試一下 我偷吃 讓你試一下這個 這個湯底很美味 他們說 他們的湯底 用牛肌 拌入湯裡 你看 很美味 這個是鮮麵 鮮麵 鮮麵吧 鮮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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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瘦 我試一下這個 這個湯底 這個湯底 馬辣 先喝 馬辣 馬辣 可以嗎 馬辣可以 我先試一下 很美味 謝謝 謝謝 很濃 味道很濃 很濃 我先試一下這個 你這個做什麼Q 國魚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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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牛肉麵一般都會加酸菜 香港叫糖薰菜 台灣它就叫酸菜 加在裡面它會增加牛肉麵的口感 多一點層次 真的嗎 真的嗎 我從來都不加 我聽你說我會加一點 你這樣不吃嗎 我真的不加 因為我覺得它太酸 放下去就不算 變得有少許甜味 我再試一次 我還夾了刀上面 我覺得可以加多一點 你的蕃茄麵很香 我只聞到很香 但我沒有興趣 因為我看到我吃的兩個都是辣的 不是啊 要試一下 真的好吃 快點 我讓位子出來給你剝糖 肯定肥 好美味 嘗嘗 很特別一點 整塊蕃茄放下去 它不會像台灣的蕃茄牛 裡面是切成一塊塊 哦 就是圓的蕃茄再剝皮 對 而且台灣陸邊的蕃茄牛 是碎蕃茄的 這個豆腐有多好吃 為什麼我們會特意給你一個豆腐 我先試一下 很美味 它有些花生 混合豆腐 你也知道我不吃菜 不過豆腐我會吃 其實你會發現 台灣很多的食材裡面都會加花生 為什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 試一下鹽酥雞 這個花生很好吃 花生很好吃 嗯 花生很好吃 花生有沒有花生味 撐一下 沒有花生味 要叫花生味 雞是不錯的 這個呢 台灣叫海大 海大 不是海大 這個香港人叫紫菜 但是很好吃 什麼呀 這個都叫海大 台灣不是叫紫菜嗎 台灣不是叫紫菜嗎 那究竟台灣叫紫菜 還是香港叫海大 你不知善的 我下次吃台灣的 還是別找他 這個人知善的 好吃 不如先試一下 你那杯是什麼 杯牙奶茶 什麼呢 你再說一次 杯牙奶茶 你剛才落單 不是的 你剛才落皮牙奶茶 皮牙奶茶 皮牙奶茶 OK 好吃 不過對我來說 真的甜一點 我還是不太喜歡喝太甜的 但是呢 我們剛才坐下來的時候 我看到我的同事 每個都是一杯喝光 但是我不喝甜 我不是太喝甜 你試一下這個 皮 皮 皮 我想試一下這個鹽酥雞 鹽酥雞好吃 鹽酥雞好吃 它特別一點 它有九層塔 這個 對 平常吃不下的九層塔 現在吃得下 嗯 原宿家也好吃 但是你看看 它炆得很漂亮 你看 一絲絲 一條 它跟一般牛肉麵不同 它不是用牛腱 不是 我們叫這個 不是牛腱 這個是牛腱 那 為什麼你看到 不是牛腱 因為牛腱 就是鹽酥雞 鹽酥雞 一條 它把牛腱 這樣炆完 就這樣切開 然後再切開一段段 變成一條條 它是長條形的 它把牛腱切開十指 然後再切十指 很嫩 這時候也適合 那會不會快一點 軟 因為筋很美味 它炆得很軟 至少你看到 它表層這些筋 剛剛咬下去 全部都是很膠質 很美味 然後呢 我只想說 這三道湯 牛腱的味道 是一個很濃 很濃 牛骨的湯底 很棒 然後我剛才把牛腱切開 它一邊吃 都還有很多筋 這些筋是很膠的 但是不能咬下去 它的牛筋真的很韌味 這個好吃 對 我以為手工麵 就等於刀剎麵 你一說不是 那我就可以 刀剎麵 你會看到它的長度 差不多只有這樣 對 這個應該是手工拉麵 這個很煙韌 一般的香港人 會喜歡吃手工拉麵 我會喜歡吃多一點 將人 嗯 嘩 不是 嘗嘗糖心蛋 嘩 好吃 這個真的很好吃 你不要緊 你們多吃一點 糖心麵 不是糖心麵 糖心蛋很好吃 怎樣 醒醒啊 醒啊 很幸福 很幸福 很幸福的感覺 真的很好吃 有些東西不錯 大家都記得一定要來嘗嘗 尤其是這個 這個馬辣 牛筍花麵 這個是必試 湯一定要喝 還有一件事 原來我吃這麼多年 台灣牛肉麵 我都沒有 就是要加一些 鹹酸菜 這個必備 不是用來炒牛歡喜 謝謝大家看這條影片 謝謝 台嬸陪我來這裡試吃 台妹啊 頂你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如果大家覺得這條影片好看 記得來嘗嘗 還有就是 這裡 記得追蹤追蹤追蹤 我們已經有了 我以後不再說了 有些什麼想看我試吃 看我切 看我去的地方 記得留言 還記得訂閱 記得訂閱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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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繼續吃 拿一個碗來 我可以開始煮 嘗嘗這個 嘗嘗這個 好 先吃麵 謝謝